Hello,大家好,我是小莉 今天离遗产期还有两天了 出来散个步 顺便跟大家聊一聊心理话 评论区大家最感兴趣的话题 就是三胎的话题了 今天我们就聊一聊这个话题吧 很多朋友会问 你现在为什么会要三胎呢 因为你前面两个小孩刚刚长大 刚刚放松的阶段可以 这个时间要三胎压力也非常非常的大 这个其实有很多因素吧 综合因素考虑的也是 首先呢是我自身的家庭环境吧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三胎的 我在家排行老三 上面有两个姐姐 我老公呢他也是老三 上面也是两个姐姐 所以我们两个人是两个大家庭的组合 从小都是在那种非常热闹的环境下长大的 所以关于三胎我们两个人从来都不恐怖 所以关于三胎我们两个人从来 没觉得是一件特别恐怖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反而是一件非常好的 因为我们自己有亲身体验过那个阶段 所以在家里多一个小孩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还有其次呢就是家里人的支持吧 我婆婆呢 其实对我们两个人是百分百支持的 就是非常非常尊重我们的意愿的 他也没有从来他也从来没有说要逼迫我们要 要生个三胎啊或者怎样的 当时要二宝的时候 嗯那个时候其实大宝还小 刚怀孕的时候大宝才一岁一个月 因为他们两个人的生日刚好相差两年 那个时候其实我老公他觉得压力非常的大 他可能那个时候不大想要 因为压力很大 养个小孩子的话 不管是人工啊 还有金钱方面 嗯当时就是我跟我婆婆两个人是非常非常坚持的 我婆婆就直接说是你们生吧 我帮你们带 如果不是他那句话的话 可能二宝也不一定会在 嗯然后生三宝的话也是我们两个人 嗯因为这现在的话大宝跟二宝 嗯已经长大了相对而言会轻松一些了 然后我前段时间还是跟我老公调侃说 哎我们到时候大宝跟二宝再大一点 生个兔宝宝吧 然后那个时候调侃了之后 哎不经意间发现自己怀孕了 然后我婆婆也是后面才知道的 我们两个人决定了之后要三胎的 就是我们两个人决定之后要留三胎之后才告诉我婆婆的 嗯她当时当然非常非常支持我们了 就非常开心因为他们老一辈的想法 家里小孩肯定是越多越好 然后如果万一家里再添个男丁呢 是不是 嗯谁都想家里儿女双全吧 就再生一胎的话 嗯万一是个男孩呢 哈哈 啊是吧所以 当然了她没有说是一定要强求生三胎 没有强求说一定要生男的 只是说 哎有男孩那当然更好 谁不想儿女双全呢 是吧 如果万一是女儿也没有关系啊 我自己就是在家排行老三第三个女儿 虽然说是那个时候 嗯那一代的话 那个时候我爸妈重男轻女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嗯就是想要生个儿子 但是没有办法生不出来 到我这还是女儿 但是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我爸妈对我的疼爱 我爸对我非常非常的好 尤其是我爸 嗯对我非常非常好 这一点我非常非常感谢我爸爸的 嗯虽然他们骨子里有那种 那种要有儿子去继承的那种想法 但是丝毫没有减少对你的爱 所以万一是女儿的话 我们也是 我们也是会跟我爸一样 我也会非常疼爱老三 如果是女儿的话 嗯 嗯还有一点就是三胎的好处吧 嗯 嗯不过现在的话养小孩的压力肯定是比那个年代要大很多的 那个时候的话我们都是在放养的环境下长大的 嗯对小孩的投入根本就没有现在那么多 所以有三胎肯定是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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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的 所以有三胎当然有压力了 当然有压力也是一种动力嘛 是不是 然后我自身的话也会尽可能的去克服 也尽可能的去呃 更好的去培养他们 这对自己要求会更高了 我是很希望能够给小孩子带来更好的条件 所以我自己要更加努力 当好一个妈妈 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会问 就是生了三胎之后 会不会减少对大宝和二宝的爱 从我自己二胎的养育经历来说的话 这一点是丝毫不影响的 虽然说总的时间来说 可能会有一点点减少 但是我们可以把陪伴的质量给提高 而且他们两个小孩长大之后 很多东西都是可以相互补充的 像有时候大人会比较忙的时候 两个小孩子自己自身就有一个伴 他们两个可以互相协调自己的时间 这样子其实对大人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让我们两夫妻有时候在忙一件事情 那如果是独生子女的话 那小孩子他就会很孤单 他就会一直想着黏着父母 但是我们两个小孩 现在就不是这样的状况 有时我们自己去忙 去外面忙就好了 他们两个人可以很好的在家里面 两个人玩各种游戏 各种那个 我们觉得他们两个相处还真的挺好 反而是从某种方面减少了我们的工作的压力 有三胎之后的话 也是需要我们大人去协调这个时间的 我想我应该会很好的去把这个时间给协调好 尽可能的保证他们给他们更好的陪伴吧 所以这一胎当然希望是希望如果是男孩当然是最好的儿女双线 我自己也希望是这一胎生一个男孩 那如果是女孩我也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祝福 大家不要讨论说是为了生男孩而生男孩 有朋友说是这胎生不出 接着肯定还会生第四胎 我想第四胎应该不会了三胎够了 然后也希望能够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都能得到大家的祝福吧 现在我也是蛮兴奋的也很好奇肚子里面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马上就开奖了 坐等开奖吧 坐等开奖